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总统川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12日在新加坡进行会晤,会后川普宣布,将停止美国与南韩昂贵、挑衅的军事演习。 今有南韩媒体指出,美国与南韩军方预计最快在本周公布停止的军演项目。 根据韩联社报道,美国军方已无限期延后与南韩的主要联合军演,并预料在本周正式宣布暂停8月举行的美韩已知自由卫视UFG演习,此外,关键决断KR和药英F1联合演习也会跟住暂停。 南韩军方消息人士则指出,以部队为单位或军中内部的各类演习,可能还是会如期举行。 此外,先前美韩军方预定在年底举行的联合、空严警戒王牌不再次次停止军演的项目之列。 然而消息人士也表示,美韩停止军演项目中会附加一项即刻恢复条款。 若北韩不确实执行去核化协议,美韩军事演习随时都有可能重新展开。